我們這邊問一下憲哥 現在 大家要注意 現在還有哪些適合投資的標的 不會太晚 那其實今年的行情 我剛剛有講過 就百年難得一遇 所以你的觀念要完全的改變 拿著舊地圖 你絕對找不到新的大路 你不能尊頭怕水 尊月怕貴 電影怕死 不怕貴 人生最大的風險 就是不敢冒險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不看太慢 疫情如果像現在三級四級的話 股票一定漲漲漲 但等到疫情快要結束的時候 股票就要下來 所以理論上來講 股票可能在十一月有一個大震盪 明年四月真的就像 我們隔壁的大師講的 應該要特別注意舞曲劃跡等等 那麼現在下半年要漲什麼 下半年漲的跟上半年漲的 一定不一樣 第一個通貨膨脹 我們看到石油已經漲到76塊美金 有人看到80看到100 那石油它是一個通膨的推手 特別注意一下有關通貨膨脹的東西 通膨來的時候 烈錢洩贏 烈錢消風烈錢失蹤 所以錢不可以放銀行 錢就一定要出來 錢加錢 錢倒出錢 當然因為石油帶動 那石油的二線的 包括像台聚 亞聚 華夏 連成這些股票都要特別注意 它可能在年底之前會有一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手機 現在所有大家都看蘋果的手機 小米的手機不管是蘋果概念股 你要開會要思讀嘛 小朋友要上課啊 小孩子嘛對不對 iPad嘛對不對 那今年在賣什麼 今年賣 這個黃菌黃毒的 就銀離子的 現在只要加銀離子的 就多一萬塊 而且還供不應求 所以這個就是商人的一個頭腦非常好 所以現在蘋果概念股 什麼小米概念股 現在華為沒有了 什麼OPPO概念股等等 這些台灣供應鏈的都會漲 第三個就是電動車概念股 那其實去年 全世界的電動車 因為缺少晶片 我們台積電做不出來嘛 沒辦法 已經都CAP1了 所以電動車的概念股 在去年全球來講 它幾乎它的產能 減少百分之四十 但是到六月開始 已經慢慢慢慢 電動車的汽車的晶片 已經開始慢慢供給出 所以電動車概念股 要特別注意 這也是台灣的想像 這也是台灣的想像 另外就航運股 萬海它到今年是五十七年了 他老闆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行情 我一輩子沒有看過這樣的行情 竟然漲四倍 那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很多人沒有 我想我在最近就一直在想說 什麼概念 比如說 航運股就像計程車一樣 計程車我今天賺一千塊 我扣掉成本以後 以前航運股的毛率率是二十二點四趴 就我做一千塊 我可以賺兩百二十四塊 那你說你多好 我漲一倍 我的基本公司 我的基本的一個成本有沒有增加 沒有增加 四季還是四季的錢 有錢還是有錢 如果十一月上漲差一點而已 所以我如果兩千塊的話 我是賺多少 賺一千兩百塊 那現在漲四倍 四千塊的時候我賺多少 我賺三千二 所以你看他們公布出來 一片子嚇死了 比去年都成長七倍 上半年可以賺十五塊十六塊 全年可以賺三十三塊 你說現在一千七百多支股票 你到哪邊去找這個 所以從貨櫃輪現在漲到散裝 漲到什麼 我只要有投資那個股票就漲 不過這兩個都是假的 這兩個是假香對白 你還是要找主機 還是要找本尊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這一次病毒 教我們的一些新的思維 要把它扣起來 它要好用 所以我認為在下半年 剛剛講的這些股票 其實都可以注意 來 我們今天Amanda老師 哪些新做的人 2021年下半年會聽得懂 憲哥的推薦 大家會賺到 我們從心盤當中的太陽 跟上升星座這兩個部分來看 首先我們要恭喜第三名 就是有落在金牛座的朋友 我們在下半年 在感情方面的運勢特別好 因為正元來到 而且感情是如焦四漆的 就是如果是單身的金牛座的話 可能最近下半年開始 你就覺得我想要成家的念頭 是比較強烈了 所以就算不能夠 真正出門去約會 可是透過網路上 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談一段感情 然後慢慢觀察的話 其實這樣也是蠻不錯的 自己的生活也開心 心情也愉快 再來就是 如果有交往多年的金牛座的話 可能真的會 因為你知道疫情 很多人我們真的想法都不一樣 你會覺得說 有一個自己的家 有一個自己的支持力量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可能兩個人 真的會有這種 很務實地去討論我們的未來 甚至是這種邁向 這個婚姻的殿堂 這個機率也是非常大的 那麼已經有對象的金牛座朋友 在下半年 其實夫妻之間的感情 其實也是非常的好 雖然因為日常生活 確實會有一些很實際的這種摩擦 比方說 可能真的是這種金錢消費 要怎麼去規劃運用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你知道有時候 這種兩個人透過意見不同 去調和之後 反而更能夠成為一個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共同體了 所以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 第二名我們要恭喜的就是 雙魚座的朋友 雙魚座的朋友 我們在下半年是投資有成 口袋滿滿 雙魚座的朋友 其實就像剛才篤林哥說的 是能夠聽懂憲哥 所給的這個建議的 就是說雙魚座朋友 其實他們本來是很有自己的Fu的 你知道就是很多事情 他會覺得我有靈感 我覺得這個可能很棒 很值得投資 你知道有自己 有一種先天的靈感優勢 加上專業人士的建議 這兩個合而為一的話 雙魚座的朋友 在今年下半年 其實這種投資的眼光 會是非常的獨到 是可以期待的 再來就是另外一種投資 是過去人脈的經營 人脈的投資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對不對 那所以雙魚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 你可以感受到 你過去的人脈經營 所帶來的豐厚成果 第一名我們要恭喜的就是 水瓶座的朋友 我們說就是 規律的生活 可以讓身體更加的健康的 其實我覺得今年 大部分的朋友 我們都其實最希望的 我們當然希望感情好 希望工作運好 希望有錢 可是身體健康 這是萬物的根本 水瓶座的朋友 如果在前一陣子 其實你是有一點點 小小的身體為樣的話 其實不是壞事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你日子過得太順了 你不會覺得身體健康 有多麼重要 或是你會覺得 那都是電視上的事情 跟我好像沒有那麼切身的關係 水瓶座的朋友 其實在下半年 他真的會力行到這種 就是我有規律的作息 而且非常這種優質的 一個飲食的態度的話 加上適度的運動 可以讓自己的身體 真的是非常的強健 提供給大家參考 來 歡迎我們老師 測試占譜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平安健康嗎 能不能平安健康 我們的字面就這四個字 抗毒防疫 從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字 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請你來選一個字來看一看 未來一個月 我可不可以平安健康 那請我們從現場的貴賓開始 來 小孟老師 那我選毒 毒 以毒攻毒 沒錯 毒喔 還是毒喔 還是毒的 抗 抗 那我選意 那我選防 防 好 四個字都有人選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平安健康嗎 抗毒防疫 好 觀眾朋友 是不是你有選好了 我們先來開獎了 好 我們先從毒來開始開獎 毒是兩位老師選的 對 兩個毒蛇 或者觀眾朋友也是毒的話 答案是 理財精準 每天賺錢 恭喜 是理財方面呢 平安健康 九十分 好 其次我們看一下防 防是賭靈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多方經營 事業興隆 那當然是工作方面 平安健康 好 下面我們看一下抗 抗是憲哥跟 李老師選的 我的觀眾朋友 你是選抗的話 答案是 提防小人 不被坑害 但是人際關係不錯 人際關係 不錯 平安健康 七十分 好 最後是易 易是阿曼達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也是選這個易的話 答案是 運動實療 沒病強生 我們今天的主題 所以這是最好的 我給了一百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感謝收看 拜拜 拜拜